哈喽各位小伙伴们,我们又见面了,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,失踪,他们存在过,在本期故事中,金旭和利纳无意中闯入这里,见到了这位被关押的人,一听是黄毛把他关在这的,两人非常惊讶,黄毛为什么要关他呢?他也不知道,总之,黄毛很危险很可怕,根本不像表面那样和善,两人不信,正准备离开这里时,他突然来了句,你俩都死了吧? 我没死,我是个活生生的人,金旭赶忙拉着利纳离开,这件事对两人冲击很大,金旭去找老张,问他知不知道村里还有个活人,看老张的样子,好像真不知道,问了下黄毛,原来那人叫黄斗哲,为什么关他?因为他是像与流氓一样的恶魔,对孩子和女人下手,如果与流氓没消失的话,也会是那种下场。 这种人,黄毛关了七个,后来消失了两个,现在还有五个。那黄斗哲还活着是怎么回事?黄毛没有否认,他确实是人,不过是个很无耻的人,在这里骗鬼,在外面骗人,伤了不少鬼和人的心。 利纳还有个疑问,不是说人看不到鬼吗?为什么他能看到?黄毛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知道他和其他人不同,而他却利用这份不同在做坏事。 今天太晚了,有什么话明天再说,金旭去送利纳回家,利纳对黄毛的话半信半疑。金旭让他别乱想,王陵村本就是个神奇的地方,神奇的地方发生神奇的事,有什么好奇怪的? 老张对这件事也很惊讶,不是惊讶黄毛囚禁活人,是惊讶黄毛竟然在自己做,都没告诉他一声,其实他去报个警就解决了,没必要把人关起来的。 黄毛的理由很简单,黄斗哲很狡猾,和老张不一样,报警对那种人没用。说白了,黄毛不需要老张的理解,也不需要老张的帮助,无论是老张还是其他亡灵,对黄毛来说都只是过客而已。 老张有点伤心,他一直把黄毛当兄弟,黄毛却把他当过客。看来是他自作多情啊。黄毛没有解释,没有挽留,他不需要人懂。 第二天,老张和伙计来到监狱,伙计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黄斗哲,那家伙把他坑惨了,黄斗哲骗他妈说能找到他,让他妈拿出了所有积蓄。 结果呢,他妈被这家伙活活活气死了,老张赶忙把他拉走,他现在理解黄毛了,这种人就得关着,不能放出去害人。 另一边,身刑警去见财阀,财阀仔细思考了一下,如果幸存者真的是因为他才遇害的,那他就不能坐视不管。 他拿出遗嘱复印件,找不到后大的话,财产会平均分给三位开国功臣。 按身刑警所说,没有后大的话,这三位就是最大的受益人。 不过,这份遗嘱是事故发生后才确定的。 身刑警问他为什么突然开始找后代。 其实这都是意外,打算立遗嘱的时候,开始整理周围的东西。 结果,在女儿的日记本上发现了这件事,当时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 身刑警又问女儿出事时的情况,他记得是保姆回来后报的警。 当时,只有女儿一个人在家。 财阀把女儿的照片交给身刑警, 让他有什么需要就随时提,财阀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。 对了,还有见识,几天前保姆的儿子来过,说什么他妈也死了。 与此同时,黄斗哲的事在王陵村传开了。 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,有的支持囚禁,有的支持释放。 黄毛说这里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美好,不是只有善人失踪会来到这里,恶人也会。 至于大家怎么选他不管了,放还是关大家随意。 暴躁女人站出来为黄毛说话,他无条件支持黄毛,因为黄毛守护的是和平,感谢都来不及呢,反对个屁。 这事先放一放,警方正在找美美,老张德在后面推一把,美美说他录了视频,有证据藏在店里的女厕所。 可惜还没来得及交给警方就遇害了。 不过也好,他现在不想被找到,因为被找到就意味着人要离开这里。 他不想离开,倒不是喜欢这里,只是喜欢这里的人。 这里的人让他觉得很温暖。 怎么办,到底该不该找他呢? 老张想了想先把证据搞到手吧。 他叫上金旭约上中亚,准备去夜店寻找证据。 一听说是去夜店,中亚还特地打扮了一番,东西在女卫生间,这事只能交给中亚去办。 中亚成功拿到优盘,打开一看,场面不忍之事,老张和金旭在门口等着。 可中亚半天不出来,两个大男人老张在女卫生间门口不合适,还是回包间等吧。 不久后,中亚出来了,不过却被人调戏了,巧的是,调戏他的正式视频里的人渣,这可怎么办? 难不成中亚要完蛋了? 还好金旭及时出现,然后老张也来了,这家伙很识趣地离开。 三人出去后,中亚才说,刚才那家伙就是视频里的人渣,中亚想去报警,两人赶忙阻止,这事可不能乱来。 先缓一缓,不远处有人在偷拍他们,他们被绑匪头目盯上了。 这绑匪头目很无耻,让手下先把中亚抓回来。 那边身刑警正在调查财罚女儿的事,白警官在查金明珍的事。 金明珍成功获得减刑,他必须得找出证据,让那家伙把老底坐穿,查了下他居住地附近的失踪案,就从这些案子开始下手。 与此同时,丽奈一个人来到监狱,他想跟黄斗哲聊聊,他好奇的就一件事,黄斗哲到底是不是人? 黄斗哲说,你兜里不是有刀吗?来刺我,刺一下你就知道了。 丽奈撞着胆子过去,他惊呆了,刺不到,真的是活人。 这时黄斗哲开始套路丽奈,他抹黑黄毛洗白自己,说自己一直在努力地帮助大家。 黄毛是颠倒黑白,把他囚禁在这儿。 与此同时,老张和金旭看了一下视频。 老张受不了这个,一个大男人对女人动手,真是有劲没处使。 不过现在头疼的不是这个,是这东西该怎么处理? 美美不想离开王陵村怎么办? 难道坏人不抓了?金旭让老张去跟美美谈谈? 至于他吗?得去见下身刑警。 不久后,丽奈回到咖啡店,她把黄斗哲放了。 黄毛没意见,这是她自己的选择,结果也由她自己承担。 不过千万别抱什么希望,黄斗哲善于利用他人的希望行恶。 万一身刑警被骗,黄毛可不负责。 丽奈又不是傻白甜,怎能没想到这点的。 她放了黄斗哲自然是有目的的。 她不怕黄斗哲去找身刑警,而是怕黄斗哲不去。 其实,身刑警和金旭在一起。 金旭讲了向妈妈遇害的事,大概在财阀女儿出事两天后,妈妈就跟着出事了。 为啥能确定是两天后? 因为那天妈妈给她留下一张纸条,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。 身刑警给她看了下财阀女儿的照片。 她记忆里好像有这么个人。 身刑警说起了遗嘱的事,目前推测幸存者是因为遗嘱才遇害的。 可鉴定结果显示三人都不是财阀的后代。 两人见完面后,身刑警接到了黄斗哲的电话。 这家伙竟然冒充绑匪,让身刑警准备五千万熟人。 身刑警可没那么好骗,先拿出丽奈还活着的证据。 然后再谈钱,丽奈早都考虑到了这点。 他跟黄斗哲说了不少事,比如求婚那天送的项链什么的。 身刑警立刻着手调查,找了这么久,终于有线索了。 与此同时老张和伙计发现黄斗哲不见了,就问了下黄毛。 这才知道是丽奈把人放了。 丽奈的未婚夫是刑警,黄斗哲这次要完蛋了。 这件事也让黄毛明白一个道理,众人时差火焰高。 仅凭他一个人是无法把事办好的。 另一边金旭得知一件事,老张一直在找失踪的女儿。 找了很多年,依然没有线索。 金旭有点心疼老张,找了那么多尸体却只找不到女儿。 不久后,钟雅回家,他总有种不好的感觉。 可看了看周围没人哪,电梯门开,原来坏人藏在电梯里。 钟雅刚出事,金旭就收到了消息。 原来,钟雅给大家手机上装了一个程序,出事的话按一下,另外两人立马能收到消息和定位。 金旭立刻行动起来,绑匪头目突然打来电话。 钟雅在他手上,想救人的话,就一个人来赶,报警就等着给钟雅收尸。 金旭现在没资格跟人家谈条件,手里没筹码。 身刑警一直在等黄斗哲的电话,结果等来的就是金旭。 金旭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,可身刑警就会走不开。 他正在等见过丽奈的人,金旭着急,来了剧,得先救活着的人呢。 身刑警蒙了,什么意思啊? 金旭不知道是谁联系的他,但能肯定对方的目的是骗钱。 钱不钱的身刑警不在乎,主要是先救活着的人是什么意思? 丽奈死了吗? 没办法,金旭只能把真相告诉他,丽奈已经死了。 身刑警不信,明明有人见过丽奈。 那面老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他今晚跟伙计和黄毛喝酒去了,一喝酒就会想见女儿。 眼泪也总是控制不住,他把手机信号打开,警报声让他酒醒了三分。 仔细一看,钟雅竟然出事了。 与此同时,身刑警终于等到了黄斗折的电话。 两人约在红达见面,大家立刻行动起来。 另一边钟雅醒了,金旭来了,金旭给钟雅打个暗号。 钟雅开始疯狂折腾,吸引宝匪的注意。 警报声突然响了,一帮人冲过去查看情况,金旭冲进来。 钟雅逃跑了,金旭却被敲晕,儿时的记忆浮现上来。 原来财罚女儿遇害那天,他也在那,是蓄意谋杀。 金旭缓缓睁开双眼,他被倒掉在半空中。 金旭如今身处险境,究竟会不会被救下? 被打的这一下,让他尘封了儿时记忆,被唤醒。 财罚女儿的遇害突然就有了突破口。 即使金旭还没有与母亲相认,但财罚女儿意外死亡这件事被推翻了。 后续很可能会从母亲那里推断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以及凶手。 金旭与母亲都知道了对方的身份,两人究竟会如何相认呢? 母亲又会如何得知金旭还活着呢? 身刑警得知丽奈已经死亡,黄斗哲又会如何被逮捕呢? 谜团越来越多,想要知道答案,就赶紧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